来关注彩票方面的消息 如果你上周没有赢得10亿元进球投奖 你仍然有机会成为赵彩投奖的大赢家 目前该彩票投奖已经飙升至8.2亿元 这是赵彩历史上的第五大投奖 重奖者可以选择一次性现金支付 税前价值估计为4.22亿元 也可以选择30年期分期领取 然而无论你选择哪种支付方式 在一系列的税收之后 你的奖金都会减少 根据加州彩票赢家手册 法律要求每个州的彩票都必须自动扣缴24%的联邦税 包括赵彩进球或任何中奖金额超过5000元的彩票 某些州还会对奖金预扣税 而加州德州和佛州等其他州则不会 但加州彩票赢家手册指出 由于最高的联邦编辑税率为37% 所以彩票大奖得主可能会需要在报税时再交更多的税 总共约37%的奖金将因税收而被扣除 赵才表示如果有人在美东时间周二晚上的开奖当中赢得投奖 并决定接受一次性现金选项 他们将获得超过2.65亿元的奖金 前提是他们居住的州没有额外的预扣税要求 然而如果他们选择获得分期收到奖金 他们将在未来30年内获得平均每年1430万元至1730万元之间的付款 这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